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很多这种发展 不断的在发展 从原来的仅仅是撤回修理到现在的五大诉求 那么总结前阶段反送中运动 您觉得有哪些教训值得吸取呢 一场大的运动来了之后呢 像一个盛大的嘉年华 大家都欢呼雀跃 我这种呢 跟年轻人有很大年龄差距的老年人 经常持一种比较沉稳的心态来对待 这个无论在推特上还是在其他各种角度的言论上 我提出的各种看法和意见 其实很不得年轻人之心 这个我也知道 但是呢 基于我们这个参与各种各样政治运动 几十年以来的经验 有些话呢 我还是要做些提醒 跟大家分享和交流 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这个昨天是一百天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成功 年轻人表现出来的英勇 抗争的这种精神 和整个全港市民 这样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抗争心态 和抗争方式 都为全世界所赞叹 我也很赞叹 特别是年轻人 这个各种各样的 这个层出不穷的 这个新的斗争的样式 也让大家耳目一新 让我们自己觉得自己确实老了 而且这个非常的落伍 但是这个尽管有这么热闹的一些场面 也获得了这个全球广泛的支持 其中仍然是可以看出一些个 政治运动的轨迹 和其中的这个成败与否的 某些可以测量的指标 林郑月娥撤回了她的这个 正式撤回了她的这个修理条例 就是那个遣返逃犯的这个条例之后 应该说呢 香港的抗争已经取得了 第一轮的阶段性胜利 而且在这轮胜利之后 我已经跟这个胡平老师一样 在说建好就收了 这个建好就收不等于就此罢手 或者掩其稀罗 而是说应该转入更加这个强大的 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的这个状态 目标呢 这个确定双普选 进一步来争取一个 2014年没有达成的这样一个目标 而且最好是一个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 因为香港这个给出的这个空间 抗争的空间 大概也就只有这么多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 自林郑月娥宣布撤回之后 香港的这个勇武抗争呢 其实在进一步升级 这个大陆方面这个打压的掉门 也在进一步升级 全世界都为此忧心忡忡 这个但是香港的这个勇武抗争 势头不减 而且现在看这个持续到10月1号之后 是毫无问题的 那么是不是这样一个抗争势头不减 所谓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然后呢基本上升级为街头的这个 更加勇武的抗争 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或者比这个修理的这个撤回 能得到更多的让步呢 我对此并不表示乐观的一个语气 而且呢 北京现在在庆祝他的这个 70周年的大庆的这个 各种筹备当中 撤回修理呢 也可能是一种这个战士的推却 10月1号以后 这个可能这个北京的大庆搞完了 腾出手来 对香港施加更加严厉的打击的方式 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当然这个香港的勇武派和这个 伟大的这个几百万香港市民 对此是毫无惧怕 这个这一点呢 我也是对他们有信心 而且毫无惧怕 不达目的 绝不罢休 这样的心态是弥漫在全港上下 我也期望他们能够成功 但是我对此呢 不做特别预期的这样一个考虑 伟东刚才你已经进行了一个分析 也确实了有不同的看法 比如说胡平老师和您提出了 见好就收 当然也有的一种观点叫 一将胜勇追群寇 不可顾名学霸王 所以在这两个方面呢 都出现了两种观点的僵持 那么你为什么会提出 要见好就收呢 这实际上是一个这个改良 还是革命的分歧 这个在香港这样一个空间范围内 大家误以为 包括香港人民自己多年以来 都有这样一个误会 以为香港是一个国际开放的城市 一个差不多像自治共和国一样 拥有高度自治权的这样一个地区 不管怎么样 哪怕提出革命目标 比方说港独激烈的抗争方式 用打斗的方式去冲击政府 这个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有很多国际的类似的先例 无论是在这个法国 还是在其他一些地方 这样的这个城市革命式的这种抗争 他的这个最高管制当局也曾经拿 他们没有办法 这个像法国 马克龙最后是走向民间 去缓和法国的这个上一轮的这种街头运动 但是大家对中共和这个香港自身的一个特殊定位 其实都缺少更清晰的了解 香港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有相对独立自治权的一个地区 因为大陆这个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之后 签订的那个基本法 最后公布实施的 是明确把香港定义为一个大陆的特别行政区的 它是一个特别行政区 连这个高度自治这个字样都没有放到这个标题上 只是在这个这个法律的内容当中加以强调 那么这个港人治港绝不是一个自治共和国的一个状态 或者承邦共和国的一个状态 它是大陆一个一个一个特别行政区 而而且呢是以这个行政体制主导的 这个特首主导的这样一套制度 而不是一个完全的议会主导制度 哪怕议会能够实现全民普选的话 最后也不是一个议会主导的一个制度 这个香港的立法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咨询议会 而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确立基本法的一个立会 一个议会 这个基本法要由北京的全国人大来确定 来修改来解释 香港在根本法律方面 没有自己的这个确立权 也没有自己的解释权 这个就决定了香港本身 是被大陆和全世界看成一个特别行政区来对待 所以他的自由度其实远远有限 那么当年这个确立五十年不变和签订这个基本法的时候 执政的人物是赵紫阳 在邓小平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主导下 是赵紫阳那一代共产党当中的改革家 来处理的这个香港的这个回收事宜和他的基本法律框架 那么那个时候他们说到的五十年不变 邓小平说的五十年不变 基本上是说大陆要以香港为榜样 可能用不了五十年 大陆跟香港就一样了 到那个时候就不用变了 所以呢大陆是把这个香港的政治制度 作为自己的一个楷模 要逐渐学习的 但是很不幸 发生了六四事变 共产党内部的改革派下台了 上来的这个各个个任总书记是一个比一个更强硬 特别是到现在的习近平 他们基本上已经开始考虑这个这个不向香港学习 而且认为香港是一个给大陆和中共捣乱的地方 慢慢的要收服他 这个认为香港这个回收这么久了以来 就没有收回治权 只收回了主权 认为香港的治权被一帮外国人 外国法官等等给控制了 那么大陆本来在2014战中之后 对香港就有一个潜在的所谓二次回归计划 就是要收回治权的这样的计划 那么这个这样的计划呢 他要找到一个可以开始实施的口实 那么如果香港的老百姓继续 在这个基本法框架内争取一个真正的双普选 大陆基本上是无话可说的 这个但是如果提出特别高的目标 比方说我们要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这样一个港独的口号 这个那大陆方面就正好抓到一个口实 他可以忽略这个香港200万人的这个和平抗争 要争取的双普选 这个但是他以这个所谓出现港独或者颜色革命为由 这个加重打击 而且呢香港作为一个跟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 都不具有这个可以自制独立 这样这个权限的这个得到国际支持的这样的地方 这个得不到国际的背后的强大的援助 这种情况下香港的这样一个过高的目标 其实是实现不了 而且呢由于提出这样一个过高的目标 这个虽然现在看起来打斗的很激烈 这个也很勇武 这个对很多全世界各地的这个流氓的海外的革命派 以及国内的公共知识分子都形成了莫大的一个鼓舞的碍事 但是最后很可能成为北京镇压的一个一个一个准确的口实 最后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像这个2014战中一样 那个时候他们就提出了一些过高的要求 这些过高的要求最后等于就无果而终了 这次无果而终 而且会引发大陆二次隔 二次回归 这样的强势推进计划的可能性已经变得越来越高了 所以我我觉得所谓要见好就收 就是说他撤回了条例 然后呢进一步沿着2014没有完成的那个使命 去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争取这个双普选的目标 不是没有可能啊 这个空间很大 我们下面再说 比这个提出更高的目标 然后呢抹杀了或者掩盖了前一段 更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目标 这个要强得多 提出更高的目标 提出这个光复香港 往哪里光复 往英国殖民地光复吗 往一个城邦共和国光复吗 这些话都是明显的 而且用一种革命的方式来对待 而不是一个稳步的改良方式来对待的话 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强大的 这个中国的红色帝国的这样的政权 韦东刚才你谈到了香港目前局势的发展 也就是不停的可能再提出一些新的要求 甚至有些要求啊 你认为可能已经超出了中共可能承受的一种范围 也可能导致二次回归收回治权 那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后果 那么也有一些香港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个口号 这个为什么你会理解为 它是一种港独的一种口号呢 也就是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 它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这个口号是梁天琪提出的 这个梁天琪本人就是港独人士 他就是主张香港独立这个本土自学的 而且是在2016年就是这个三年前了 参加立法会选举的时候 他提出的一个竞选口号 这个竞选口号一提出 这个第一任特首董建华 他们就说这是个港独口号 这个不是我今天给他定义的 是他们自己也明确这样说的 前几天这个学生动员的负责人钟汉林 对 也是个香港青年运动的领袖 明确的在他的推特上表达说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目标 就是要建立香港共和国 一定要达成香港共和国的建立 这个也不是我的感觉 是他们自己明确宣称的 那么当时他们这个梁天琪 他们受这个台湾大学生 那个太阳花运动的启发 也跟他们做了讨论 就是要把这个读字呢 隐含在其中 然后提出一个 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口号 所以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最近已经被谱写成歌曲 这歌曲出来之后 海外的舆论 包括像纽约时报这样的 都把它打上引号叫做国歌 大家也当成国歌唱 这个歌曲确实是做得非常好 这个气势磅礴 这个感动了很多人 这个我也一再说 我和大家的这个 这个无论是读也好 还是革命也好 在价值观理念上是没有分别的 我从来不批评这些人该不该读 这个这个到底读的有没有道理 因为大家的这个本质价值观 都是追求民主自由的 民主自由的这个这个 比较高级的形式 比方说一个地区 一个族群的独立 来完成为了这个避开大的一种专制 来完成自己的这个自身的一套 从底建构 这个这个政府啊 土地啊 这是建构 这个从本质上说 价值观的意义上说 无可厚非 香港如果能够做到像新加坡一样 我也不反对 这个从价值观的角度上说 我刚才说了 我之所以不赞成 或者认为他们这样做有问题 是因为那个基本法本来就规定了 它是一个大陆的特别行政区 你你你现在提出这些东西 它就是这样一个一个超越原有框架的东西 它成了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口号 你刚才问我 为什么感觉它是独 我刚才说 他们本来这个提出的人和这个口号的本身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现在这个 它成为这个勇武派的口号 就是说200万人和平抗议之后 大量的勇武派上街 而且这个这个口号 已经从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这个升级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那你现在看 再喊五大诉求这个缺一不可的 这个声音已经越来越弱 全港到处都在这个这个唱着这个新的国歌 喊着光复香港口号在上街上街上街 包括这个昨天这个 他们两位年轻人 这个已经在美国国会也唱起这样的歌 寻求国际支持 那么这个有没有可能达成目标 我刚才说了几乎是没有可能 我也不服 我刚才说了 我在感情上各方面都不反对他们 提这样的口号 认为他们的国歌做的真是相当好 相当杰出的一首歌曲 这个打动很多人心 但是最后能不能实现 这个我我我真的是抱 完全没有信心的态度 伟东啊 你做一个战略家啊 因为你一直在研究中国转型的战略问题 我们把这个战略问题也放在香港 那么你觉得香港反送中运动 他的最高天花板在哪里呢 这个天花板刚才我就说的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在特别行政区范围内 现在港人治港远远没有落实 远远没有落实 就是因为大陆在基本法里边承诺的 用普选的方式来完成特首选举和议会选举 这个已经承诺了 而且最后也给出了时间点 就2017已经过去了 那么这个问题没有争取到 大家就觉得该向这个这个更高的目标前进了 如果没有更高的目标 可能原来比较低的目标也实现不了 那么这次这个香港2019的这次大规模的这种社会抗争 我也认为呢 如果从策略角度上说 这个他们要提出就像商业谈判一样 提出一个特别过高过头的目标 最后能够回到头回过头来迫使北京说 那还是回到双方选吧 这个我也觉得有这样的正面价值 我也不完全否定他们这样做 如果他们心里是这样想的话 那么如果他们真的认为 能够在美国英国的帮助下 国际舆论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反对中国 而不是反对中共的这样的浪潮的帮助下 可以真的实现香港的像自治共和国一样的革命 那他们真的是太有点天真幼稚了 那么刚才回到说天花板 我刚才说了 就是那个真正的双补选 和补选包括这个特首选举和议会选举 这个目标还没有达成 这个最高天花板也就在这里 那么能不能够实现呢 我是觉得2014年那一年 他们的占中运动就犯了这样的错误 其实香港有一句话叫做带助先 就是先把能够拿到的先拿到 当年大陆承诺这个特首普选 是说在一个有限的范围的小圈的范围内 1200人的一个推选委员会的范围内 先这个确定两三个候选人 然后呢这个可以一人一票 这个战中发起的那些人是戴耀廷他们这些人 他们的解读是说这是假不全 这个假在哪呢 他说没有公民提名 没有这个政党提名 完全由北京掌控着提名 这个这就不是真的 这个真假之变 今天我们回头来看一下 他们的真的背后的价值标准是什么 他们提到的真不选背后的价值标准 是普世价值意义上的 西方民主意义上的 自治共和国意义上的 如果拿这样的这个标准 比方说政党提名 公民提名 大家自由竞选 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的话 这是完全符合普世价值标准的原则 但是香港不是自治共和国 不是在西方民主框架下的一个普世的地区 它是在大陆体制圈统治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当时提出这个目标 就是在向奔着自治共和国努力 那么北京的中央政府也很难同意 也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但是你回过头来想 如果先拿到一人一票之后 哪怕这个候选人是由少数人 少数这个选举委员会 推举委员会来推举的 中央政府北京满意的 但是你拿到了一人一票 马上的一个结果基本法规定的 它逻辑上的就要在2015年 就是接下来第二年 这个进入一个立法会的全员的 而不是后来原来一半有社会推举 一半有所谓功能界别推举的立法会 会变成全员有社会推举 自由竞选的立法会 就是你会完全达成一个完全民主的立法会 这个完全民主的立法会如果出现 在2015年出现 就绝不会有2019年后来的 这个林郑月娥他们草率的 要通过奥尔德的苏统条例 因为那个议会已经完全由民间意志控制了 那么在之后的下一轮特殊选举当中 再沿用1200人的这样一个推举奥养会的办法 你的一人一票就可以倒过来制约他 让他通不过 或者说在这之前的竞选过程当中 你反复通过民意和议会的民意来提出你的意见 迫使到修改 一定要选出来既为北京负责 也真正为全港老百姓负责的特首 你就有了跟北京这个集权政权高度博弈的一个手段空间 而且是在这个基本法范围内 你贸然的不要这个 就失去了历史机会 2014年习近平刚刚上台 在国内的这个反腐斗争的强势的政治活动当中 他正在那儿角途乱 他还顾不上 这个考虑香港这个问题 包括后来的这个二次回归计划 那个时候争取到 这个这个如果先争取到一个所谓的半民主框架 这个半民主框架就是完全的民主的议会 和一个半总统式的一个行政长官 如果能够争取到这一点 那么今天却不是现在这个局面 香港的这个这个在基本法范围内的这个 就已经达到了一个最高的天花板 那一年放弃了这个 在我看来他们犯了共产党当年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 跟国民党闹的那些事 这个这个这个农民暴动 城市革命 这个后来共产党自己把它定义为 叫做左倾冒险主义或者左倾机会主义 而香港的这些革命派们 其实是一种极左的自由革命派 他们也得犯共产党当年的错误 能够合作下去的事情 不合作他自己闹翻了 最后这个整个的这个这个这个能够达到的 刚才我说的民主天花板达不到 又回到了原来的方式 这个林郑月娥当时是这个政务司司长 现在他变成了特首 就是按老办法选出来 那么没有了上一次 这没有上一次的戴祝先 就只好这次上街勇武革命了 那么今天他们正在犯又一个更加明确的错误 就是说本来是可以在金本法框架范围内 争取一个最大民主化的一个一个诉求的 由于2014年他们没有达到那个目标 2014年含在心里边的话 就是港独的这些话 这一次公开喊出来 公开喊出来招致的最后结果 不仅是原来的那个最高天花板能够达到的 民主目标实现不了 还会导致北京强势的二次回归 所谓二次回归就是一国一致了 所以我觉得 如果用一种极左冒险主义的方式来追求最高目标 你一定会导致北京的极右势力的镇压 就是说极左在舞台占据中心的时候 极右也一定会成为他最后的对手 这是一个求人得人的结果 如果你放弃极左目标而变成一个中左目标 就是我刚才说 先要求实现一个半民主的一个放假 那么北京的极右势力也不可能上来 也不可能成为未来政策的主导 双方就会变得相对温和 现在就整个双方撕破脸皮 到如今这样一个状态 我觉得二次回归计划已经很难避免 而且2014本来中共承诺给的东西 现在那个好的时机 刚才我说习近平还在反腐那个漩涡当中 焦涂烂额的那个时机已经过去了 他已经稳步的掌握了政权 控制了全部的这个大权 现在再想回过头来争双普选都很难 伟东 我觉得你这个观点 可能就是有些年轻人 或者说一些勇武派 可能不代价 但是其实说的 我觉得还是 还是很内心的 还是非常沉重的 就是希望不要重演一些悲剧 因为历史啊 其实已经告诉了我们很多 策略上的错误 可能导致一个 跟他的原来的想法 越走越远的一个结果 我们就不妨回首 30年前八九六四 其实当时如果有一种想法 就是说比较温和的 是不是可以达到更好的一种状态 我们都值得反思 但是可能也有人要挑战 你就说 因为这跟30年前的八九六四还不同 因为这个香港的反送中 它是一个无大台的一种新模式 也就是没有组织也没有领导 它是通过无线网络 通过无数个人群 这样组织的 那么怎么能够达到 你所想的这种比较理性的结果呢 这个无大台 无组织 这个无中心 这个三无的运动 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最激进的那个口号 最激进的那个人群成为这个运动的代表 所有的这个所谓和理非的人 最后都会被激进的人群绑架 这是历次广场运动 无一例外可以逃脱的规律 但是事实上 就像我们说海外民运要联合起来一样 海外民运大概有十几个组织 香港的所谓无中心 无大台 无这个这个这个领导的这样的运动 事实上也有十个组织左右 这个大家都都有统计 这个大规模的和平抗争运动 基本上是这个民间阵线 就民阵组织的 而香港的勇武派的这种抗争 基本上是跟这个这个黄之锋 他们的学民思潮开始 这个这个中学生的那些组织开始 这个陆续成立了十几个组织 这些组织本身是密切沟通 才有这样大规模的人上街 他们每一个组织都发动了 这个这个这个民众去上街 青年人去上街 而且他们彼此之间是通过网络密切沟通的 所以你不能说他完全无组织 这些组织也是可以联合的 他们联合起来就喊出了时代革命的口号 没有这些组织的联合 这个口号怎么可能出现呢 那么这些组织也可以坐下来开会讨论 通过网络视频像我们这样开会讨论 我们是不是降低目标 他们之所以坚守坚持这样一个更加激进的目标 这也是统一协调的结果 就不要简单的把它看 当然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当了老大 这所谓无大牌 但是组织是存在的 组织的密切协调也是存在的 如果他们统一要降低目标改变口号 也是可以瞬间就遭到 是他们这些组织所确定的目标 是一个特别高的要求 为什么要提这样特别高的要求 我们后面再谈它的国际背景 和可能的这个香港自身演化的一些个问题 伟东在这一次香港反送中央运动中 我还感觉到有一个特点 也就是它是一个香港 它不同于大陆 也不同于三十年前的中国 它是一个应该说是开放的社会 中国大陆只能说有限的开放 三十年前我们可能说 还是比较封闭的一个时代 你看黄之锋和运思 还有相关的他们行走在国际上 我记得好像前不久到各大 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参加 参加过那个黄之锋的一个交流会 或者叫演讲 并且他们在美国国会 那么这种国际力量的推动 您觉得是否会呈现出跟以往不同的这种运动结果 结果不会不同 但是国际社会的推动是存在的 这也是北京一再咬住他们说什么幕后黑手 外国势力 这些话都是客观存在 但是北京这样咬住是为了 他的那种阶级斗争思维式的打压 那么大的国际背景说到底 就是川普政府上台以来 我一再批评他是反中不反共 这个他团队内部的各种激进的反共派 都被他一个个的吵掉 那么他对中国的这个整个的 声索的这些东西 要求的东西就是挥舞贸易大帮 要一个贸易优惠条件 这个让美国重新崛起等等 他并没有他对这个这个威权主义统治者 是这个心情相惜的 他没有这个这个真正的反共诉求 因为他自己一上台就说 他不再为家族观而战 整个整个共和党 也是这个这个保守的右翼主义 他们在地缘政治角度上在思考问题 所以这一届美国政府 这个去国际化 这个去骑手化 就是自由民主灯塔的骑手 这个回归于美国本土的利益优先 这样一套逻辑 而且是地缘政治的 这样一套这个政治操作 使全球的这个反中浪潮 这个刺起比辅 这是美国引发的 那么香港之所以在这一次 他的青年人会提出 香港共和国的目标 光复香港的目标 和美国这样一个大背景 是密切相关的 他们也认为 所以也跑到美国来寻求帮助 这个要求美国来制裁中国 就是出台香港人权法等等 甚至这个要求美国人解放香港 也要求英国人给他们新的拘留权 或者重新回到这个中英联合声明 当时的那个框架下当中去 那么这些运动全部都是 这个香港本土的分离主义运动 这个他的目标 是以反共为这个手段 但实际上是在反中 那么这个完全是美国反中的一个大背景当中的一环 但是美国反中的结果到现在 我说他的贸易战 基本上是杀敌一千四寸八百 最后很难达成他原来预期的目标 这个原因就是你反共是可以的 民主党的反共原则我完全同意 但是你如果在整体上跟中国去对抗 他14亿人的一个大国 而且这个经济增长仍然在一个相对高速的情况下 而且民族主义很强大的这样一个国家 这个最后可能适得其他 那么美国的这样一套愿望 深刻的影响了今天香港的运动 香港也认为美国会支持他们达成这样的目标 这两者之间是一个美国和香港之间一个互动的过程 这个互动的过程这两天我们也天天都在观察到 但是最后要实现就像你刚才问的 能实现多少呢 在我看来一分一毫的实现 中共的僵硬 中共的对香港的这种严格的控制 而且这个回首22年来 如果谁在哪一阵执政者手里再把它丢掉 哪怕是软弱的胡锦涛都做不了 何况现在是强硬的习近平 伟东你的观点非常明确 并且我觉得其实应该是勇武派和其他的一些追求民主法治的香港人也应该听一听 或许他们感觉到有点刺耳 但是事实上我们从历史的经验来说 很多少数派或者说一些刺耳的声音 恰恰它是有价值在里面的 我们现在要总结一下我们的访谈 您认为香港反送中运动最终的出路在哪里呢 回到双复选 回到200万人和平抗争 我在推特上反复追问 北京是害怕200万人和平上街呢 还是害怕一两千人勇武派上街打闹呢 北京绝不害怕那少数一两千人的上街打闹 他们有足够的力量 如果不能直接出兵 他们也可以用发动群众 动员群众 所谓香港的朝阳群众的方式 这样的一幕一幕也早得上演 慢慢的把这压制下去 但是200万人和平抗争要求的双普选 它是压不住的 它必须要认真对待 而且林郑月娥撤回条例之后 也放出了各种各样对话的要求 只不过有些香港议员说拒绝对话 为什么要拒绝对话 如果对话能够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非得要上街呢 200万人集体力量和平要求 2014没有达到的目标 才是香港未来真正的出路 香港基本法框架内最高天花板 并没有达到 他们就放弃这个最高天花板 要突破天花板去要别的 这才是他问题的根源所在 和无法成功的原因 观众朋友们 李伟东先生认为 反思前阶段反送中运动 民主派被极左自由派绑架 不接受戴祖先是失误 香港正在发生改良与革命之争 相互不割洗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思路 很可能导致大陆失事二次回归 是采取渐进式变革 还是一步到位勇猛抗争 考虑着香港市民的政治智慧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时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李伟东先生 感谢您的观众 感谢您的观众